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287篇,我觉得他们没这么大的胆子吧。 丁长生问道,李铁钢也是这么担心巡视组的安全,巡视组可是宗纪委的巡视组, 不是像在巨星公司消失的那四个侦察员一样,那是暗的,可是巡视组是明面上的。 仲华摇摇头,说道,这可说不准,你还是小心点好,把事情想到最坏,按照最坏的情况去准备,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吧。 丁长生出了仲华办公室的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林涛端来一杯咖啡,一杯茶。 这不浪费吗?丁长生问道,不知道领导要喝什么,所以一样准备了一杯,没办法,谁让我摊上这么难缠的领导呢? 林涛说完,脸色微红,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自从他和丁长生有了那么点暧昧之后,胆子愈发地大了起来,就连和丁长生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当然了,这是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要是有外人在,他一样是老老实实做他的秘书,表现得也像个秘书的样子。 丁长生打开了微信,发现没有他的信息,于是问了一句,今天的诚意呢? 然后就开始考虑怎么去见巡视组的事,既然李铁刚说了这事,那巡视组的人一定会见自己的,所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为好。 也不知道他们要问些什么事,但是很明显,他们见自己确实是要问出点东西来。 问其他的人,基本没戏,就现在的情况,北原市敢说真话的人怕是不多。 就在丁长生愣神的功夫,丁长生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打开微信一看,居然是林涛发来的微信,还挺守信用,虽然没有露脸,但是录的东西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也更加的大胆了。 丁长生很想知道,他拍这些照片时是怎么想的,一共三张,可是当他看到最后一张时,开始时没在意,但是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这张照片是俯视的角度,丁长生也没发现有自拍杆的影子,难道是屁掉了? 但是丁长生回头仔细看了一下,不是被屁掉了,这分明是有人拿着他的手机在拍摄,会是谁呢? 而且,这张照片相当的魅惑,显然不是很特别的关系,林涛是不会让人拍摄这样的照片的。 摄影师的技术不错,拍得挺到位。 丁长生回复道,想知道是谁拍的吗? 林涛问道,人就是这样,脸皮有时候很厚,有时候很薄,就像是现在,他的脸皮就隔着一堵墙,墙那边是林涛,这边是丁长生。 丁长生没回复,把手机扔到了一边,不用回复,他也知道摄影师是谁了,当然是郎君志,他们应该是住到了一起,但是郎君志拍摄这样的照片,意欲何为呢? 自己还以为是林涛自拍的,没想到他早已找好了摄影师了。 丁长生一直没回复,一直到他出去,依然是没有回复林涛的信息,这让林涛有些心慌。 这不是丁长生的性格,难道是因为这张照片生气了? 没错,那是郎君志拍摄的,也是自己从他的手机上转发给自己的,自己和他订了婚,于是就住到了一起,都是年轻人,当然这种事也拦不住,干柴烈火的,谁能忍得住? 何嘉胜的办公室里,坐着车家河,柯北,同家港,这几个人可谓是他的核心,也是和他一起做了很多事的参与者。 所以,现在事到临头,必须要商量一个对策出来,否则,大家要玩一起玩。 书记,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得到消息说,中南省以及其他几个省,都派出了巡视组,估计也就是走个刑事,说是接受一下群众的信访,我倒是觉得刑事大于内容。 柯北首先发言道,你们呢,也觉得这是闹着玩的,走个刑事而已吗? 何嘉胜问道,车家河看看何嘉胜,犹豫了一下,说道,书记, 不可大意啊,很多时候,大意是会害死人的,无论他们要走什么行事,我们都要谨慎地陪到底,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否则,会很麻烦。 这种事,一旦被撕开了口子,那就是决堤千里,赌都赌不上。 山西的盖子被揭开,就是因为一个小偷偷了领导家里的东西,被抓之后,供述出来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一旦被揭开了盖子,谁都捂不住,我觉得绝不能大意。 我同意车书记的意思,山雨欲来啊。 同家港叹口气说道,怎么办? 说说吧。 何嘉胜点了一支烟,说道, 好吃好喝伺候着,对于他们接见的人,后面要跟得上,能解决问题的立马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创造条件也要解决,当然了,一定要做好性防护的工作。 拿到了好处,就不要到处显摆了,把这一头压住了,剩下的事就简单了。 还有,要堵住退休的那些老家伙的嘴,他们现在也不安分,但是怎么堵,是个问题。 车家和说道,就像是丁长生说的那样,北园虽然被何嘉胜他们经营的铁桶一般,但并不是没有突破的地方。 首先,省里这些人就是再努力,也会分赃不均,分赃不均就会有人不满,有人不满就会有人上告,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那是老干部,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他们几百块钱的工资,虽然现在退休金也很高了,可是看着省里现在这些当官的大把大把的捞钱,自己的亲属甚至都下岗了, 眼红是一定的,所以就不停地提意见,写信,这些都寄到了宗纪委,这也是巡视组下来的原因之一。 而巡视时要调查的重要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们,他们敢说,想说,也能说。 秘书长,我看你还是去看看他们,看哪些比较活跃的,看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先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等巡视组走了再说。 这些老东西,为老不尊,以后再慢慢收拾。 何家胜有些恼火地说道,他当然知道这些老干部的能量,相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这些老干部才是大杀器,定时炸弹,因为他们也是体制里的人, 对现在何家胜他们的事情知道的更多,事实证明。 巡视组和老干部们谈话后,往往都会有大鱼入网。 我想和各位说的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很不乐观,我也发现很多人想要下船,你们也不想想。 你们能下得了船吗?下了船也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淹死,别人是不会把你们拉上岸的。 大家还是同心同德比较好,这样只要是保证船不翻,大家就都有活命的机会。 我要是知道谁在三心二意为自己找退路,别怪我不客气,提前送你们下船。 何家胜的脸色很不好,但是说出这番话来的时候,剧烈地咳嗽起来,差点一口气憋死。 听到剧烈的咳嗽声,秘书真存健立刻推门进来,然后给何家胜上茶,捶背。 好一会才把这咳嗽压下去,但是面对这个过程,在座的几个人都一动不动,没任何的表示和关心,好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思,那就是这老家伙呛死才好呢。 共渡难关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否则,一旦从谁那里撕开了口子,我们面临的都是灭顶之灾,你们这些年捞足了,捞够了就想先撤,可能吗? 何家胜问道。 书记,我们都没这个意思,还是要守在这里,等到把事情了结了再说,对吧? 车家和说完,看向其他两人。 家和,原是地产在你的手上,耽误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不得不停下来。 另外,你那个宝贝闺女,一再地捅娄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心里没点数吗? 你以为把她送到了国外,去这时就了结了? 何家胜一点不给车家和面子,现在就把她的嘴脸揭露得暴露无遗。 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蕊儿这些年经营的公司也为大家做了不少事。 最近这段时间,的确是有些出格,都是因为年轻,我一定会尽力教育好她,这个我保证。 车家和说道。 何家胜看了她一眼,接着说道,家和,我知道你心里打得什么小九九,你也是够下本钱的,让自己闺女和丁长生去接触。 怎么着,你以为这样将来就不用坐牢了?丁长生是皇帝吗?你闺女跟了她,她就能赦免你。 一句话把同家港和科北都逗笑了,能看笑话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当何家胜讽刺挖苦车家和的时候,这两人不厚道地加了把火。车家和果然是被激怒了。 可是在何家胜面前还没她诈次的份,只能是老老实实地说道,书记,那都是年轻人的事。 再说了,我也在找这事的破绽,想利用这事教训一下丁长生。 不用了,我替你教训就行了。丁长生这个混蛋,自从来了北园,上串下跳,一刻也不消停。 原是地产的事,要不是他捅到了李铁钢那里,踪迹为怎么会派巡视组来。 何家胜有些气愤地说道,同家港一看何家胜又要发火,还是关于丁长生的,而且现在巡视组还在这里。 就想和他说一句,现在不是时候,可是话没出口,何家胜好像是知道了他要说什么似的,抬手制止了他。 同家港很无奈,那没办法了,何家胜要是真的出手,那丁长生的机会就很小了。 把这根脚屎棍清除出北园也好,对大家都好。 几个人走了之后,真存剑又给何家胜换了一杯新茶,何家胜坐在那里神情呆滞,看上去还在生气,真存剑没敢吱声,就站在那里陪着。 他知道何家胜一定会有事让他去做。 这是冠礼,每每开完了会,都会吩咐他做一些事。 你觉得这几个人靠得住吗? 何家胜苦笑一下,问道。 真存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确定何家胜不是在自言自语,这才斟酌着说道。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书记已经把厉害关系都给他们讲清楚了,还能怎么样? 何家胜摇摇头,说道。 不一定,现在是个人找个人的退路,不是伸手拿钱纳会了。 有些事我们还得靠自己,让你做的事,做得怎么样了? 随时都可以,只是要找个好的由头,不然我怕他不上钩。 真存剑说道。 嗯,尽快吧,我相信你能把这事办好,为了能延长我们准备的时间,适当地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也是无奈。 何家胜叹口气说道。 那行,我先去准备了,一旦有了结果,我会及时汇报。 真存剑说道。 真存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点了一支烟,深深地抽了几口,还没抽几口呢? 就感觉到烟烧没了,于是再点上一支,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一旦这是做了,别人不说,自己就将首先陷入到危险中。 颤抖的手拿起电话,拨通了丁长生的手机。 喂,丁主任吗?我是真存剑。 真秘书,你好,有事? 丁长生不冷不热地问道。 嗯,想找你聊聊,约个地方见个面。 真存剑问道。 不好意思,我最近很忙,要是公室,我去省委,或者你来省政府,都可以见面聊,私下里就免了,我确实是忙不过来。 丁长生一句话都不缓,直接堵死了这种可能。 丁主任,你真有这么忙吗? 真存剑问道。 是,很忙,这不,刚刚接到巡视组打来的电话,要见我,我想你也很快接到电话。 据说要见不少人,还有一些老干部。 对了,要是凑巧了,那就在巡视组见吧,不知道让你什么时候去。 丁长生问道。 是吗? 那就算了,再约时间吧,你先忙。 说完,真存剑就挂了电话,他没想到丁长生会不给面子。 但是却也松了一口气,不知道要是丁长生答应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仲华看看挂了电话的丁长生,笑道,真存剑的面子你都不给。 这不太好吧。 何家胜是北原的根基,他的秘书也是根基上的一根很有支撑力的树根。 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不比其他那些人。 所以,见他们俩没用,公事就在政府里谈。 私事吗? 我和他们有什么私事? 丁长生不屑地说道。 那你想好到巡视组怎么说了? 仲华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那要看他们问什么了? 嗯,我相信你的应变能力,是话说三分,别一股脑都道给别人。 这里面的人也不一定全都是好人,注意点。 仲华说道。 我知道,没证据的事我不会说的,有证据的事也得让他们自己去找证据,我们暂时不参与他们的事,否则,北原这些人就有借口说我们是家贼了。 丁长生笑笑说道。 没错,暂时看不清方向的时候,就停下来等一等,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否则,一脚踏空。 仲华说道这里没再说下去,意思丁长生当然是懂得了。 丁长生回到了办公室,拿出笔记本想了想,终究还是没写出什么东西来,于是夹着这个笔记本出了办公室。 我开车吧。 林涛跟了出来,说道。 你知道我是要干啥去? 再说了,你是秘书,不是司机。 丁长生说道。 但是,林涛想找个机会向他解释一下,因为他自从发了最后那条信息之后,他再没回复。 这让林涛心里不安,不知道丁长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下了楼,林涛把司机碾到了一边,进了丁长生的奥迪A8L的驾驶室,丁长生坐在了后面。 这是从单位出去,还是避嫌点好? 车出了省政府,林涛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丁长生,丁长生正在看外面的街景。 你是不是生气了?那张照片是郎君之拍的,我们住在一起了。 林涛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和他订婚了,还住到了一起,和夫妻无意,然后背着他,把照片发给我看。 这是一个什么心理?丁长生还是看着外面,但是谈话的内容却是这样的暧昧。 但是他的脑子里想的却是真存见为什么要见自己。 我,林涛没想到丁长生会这么问,但是想起郎君之拍这些照片的时候,说的那番话,脸一下子红了。 所以,当他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诚意时,他想到了这些,可是他以为会和他这样暧昧下去。 因为这些天,他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虽然没人知道,就连郎君之都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上司在玩这种危险的游戏。 林涛的呼吸急促,竭尽全力要驾驶好汽车,否则,真的有车毁人亡的可能发生。 我在开车呢,你别刺激我。 林涛说道,刺激你,这也算是刺激你。 林涛,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你是一个高材生,受过高等教育,研究证明,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越是想法百出,好奇心重得很。 所以你也不要难为情,你说这些照片都是郎君之拍的,是不是都是用他的手机拍的? 丁长生问道,你怎么知道? 林涛问道,别怪我没提醒你,他拍摄这些照片,很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看,以我对男人的了解。 他也许会和别的男人分享,因为拍摄的目的就是留下记录,再高一级的就是分享。 至于和谁分享,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网上不知名的男人,也许是现实中的某个男人,比如他的上司骑震墙。 丁长生的话没说完,林涛一个急刹车,把车就生生停在了路中间,后面接连一连串的急刹车。 好在这是市区,开得都不是很快,林涛手扶着方向盘,扭头看向丁长生,丁长生叹口气说道,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开我的车。 到了地方之后,下了之前,丁长生对林涛说道,我只是提醒你,又没说他一定会这么做。 但是理论上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和人分享,那就没必要拍了,自己想看的话,还不是随时都可以看,又不是两地分居,对吧? 好好想想,在这里等我也行,你先开车回去也行,随你的便。 请出示证件,到了门口,丁长生被卫兵拦下了,这里是军区招待所。 巡视组就住在了招待所里,这里相对于外面一定是最安全的了。 进了一座小楼里,丁长生又被拦住了,这次好像是纪委的工作人员。 你找谁?我找王主任,这是我的证件。 丁长生出示了证件之后,被带到了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门口。 那人将丁长生带到了这里就走了,丁长生抬手敲了敲门,直到里面应声,这才推门进去。 一个看起来差不多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点点头,站了起来,然后绕过桌子。 丁长生问道,王主任,是我,你就是丁长生同志吧?请坐。 谢谢,看来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 丁长生笑笑,说道,我知道其他人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就先找你。 李书记说了,可以完全信任你。 既然他这么说,我就没什么顾虑了,喝茶吗? 我这里只有白水。 王主任说道,都可以,我自己来吧。 丁长生从茶几一旁拿起暖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看向这位王主任。 那我们开始吧,听说你来北渊时间也不长,对这里的印象如何? 王主任问道。 丁长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道,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对这里的印象,那就是喘不上气来。 哦,这么严重。 王主任对丁长生的回答很惊讶。 整个官长生太坏掉了,从根子上不清不楚,很难说清楚问题在哪里。 这就像是在一个看起来开放的空间里闻到一股臭味,但是找不到源头在哪里。 丁长生说道。 王荣霍听了丁长生的话,有些意外。 没想到来了北渊还不到半年的一个官员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让他有些震惊。 王主任,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北渊的官场可能会和山西差不多,他方式的腐败在所难免。 别的不说,现在原市地产处在瘫痪状态,但是这家民营企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犯了什么罪,没人出来解释,可是原市地产的老板和总裁住院的住院,被通缉的被通缉,还短时间内被私人监禁,这些事都不是小事,这很能说明问题。 丁长生说道。 具体的呢? 王荣霍问道。 这是一份关于原市地产的详细汇报,我发给你吧,我拿着那么多材料不方便,手机邮箱里可以发给你,书面材料我给了李书记一份,简直是触目惊心。 丁长生说道。 好,我会好好看看这份材料,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荣霍问道。 丁长生想了一下,说道,你们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巡视吗?又不是常住。 我倒是觉得,可以以原市地产这件事作为一个突破口,因为这是迫在眼前,刚刚发生,还没结论,也好调查,其他的事暂时没有突破口,那找起来就有些麻烦。 再说了,你们动了,他们也会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 好,你说得对,我会考虑的,只是我们在北原人生地不熟的,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 王荣霍说道。 需要我做什么,我尽力吧。 好,我们需要五辆车,新车,我们没时间去检查旧车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直接去店里买新车,请你们配合挂牌的事,当然了,也挂在你们名下。 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也不用好车,能用就行,那我跟你们去买。 丁长生问道。 不用,你们只需要出钱就可以了,我们不会讹诈你们,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享受的。 到时候需要买什么车,我会通知你,你现在回去汇报一下,看看这是成不成。 王荣霍问道。 丁长生心想,还能有个不成吗?你现在就是要天上的月亮,那些人也会帮你去摘的。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汇报。 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们。 好,这是我的电话,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24小时开机。 王荣霍说道。 丁长生接过来,只有电话号码的名片,点点头,塞到了包里。 出了门,林涛还在等他,丁长生坐上了车,林涛发动汽车后问道。 去哪?就在市区里转转吧,回去也是一摊子烂事。 丁长生情绪不高地说道。 遇到难事了吗?要是不需要保密的话,说出来听听,我也许可以帮你出出主意。 林涛说道。 你老公公和齐阵强走得很近吗? 丁长生问道。 还行吧,反正郎君之家挺八戒骑士长的,好像骑士长就是他们家的靠山,怎么了? 林涛问道。 丁长生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车窗外,犹豫了一会才说道,郎君之是齐阵强的秘书,不知道和齐阵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军区招待所住的是什么人,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好像是宗纪伟巡士组的。 林涛说道。 忽然间,明白了丁长生话里有话,有时有些紧张地问道,是不是齐阵强要出事?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不过你该问北原官场上的这些人,谁会不出事? 现在这些人,如果有人能全身而退,那就算是幸运的,在这个大染缸里待得久了,谁的身上会没颜色? 你告诉我这些,是要我提醒郎君之注意一下。 晚了,如果他们之前做过什么了,现在注意还有个屁用,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不要陷得太深,我相信你,所以让你在省政府办公厅待着。 将来要是他们出了事,你也跟着出事,那我这脸就真的没法在北原待了。 丁长生说道,主任,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无论我和郎君之订婚还是结婚,我都不会把省政府办公厅里的任何事透露给他,我以我的人品做担保。 林涛说道,丁长生没再说话,人品,这年头值多少钱?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却看到车蕊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高跟鞋翘在桌子上,嘴上叼着一支烟,把丁长生的办公室里弄得乌烟瘴气,丁长生皱了皱眉,去开了窗户。 林涛见状关门出去了,他实在是搞不懂丁长生怎么会和车蕊儿搞在一起,但是男人到底怎么想的,他还真是摸不透。 就在林涛要出去时,丁长生叫住了他,问道,谁让他进来的,把人叫来问问。 车蕊儿见丁长生的脸色不好,于是把自己的脚放了下来,站起来走向丁长生,想要对丁长生有些亲密的动作,被丁长生瞪了一眼,他没敢再伸手。 不一会,林涛叫来了一个男孩,看上去不是很大,说道,主任,是他座主开的门。 丁长生头也没回,说道,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里上班了,要么是你自己找个地方调走,要么是服从调动,林涛你看着办吧,就说我的意思,和人事处打个招呼,让他们看着安排,一点规矩都没有。 那男孩还想解释,但是林涛摇摇头,示意他不要之声了,车蕊儿一下子惊住了,他没想到,因为他一个人就这么把工作丢了。 哎,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杀鸡给猴看吗?那人你不要了是吧?我要,我把人带走行了吧?看你小气的,还是个男人呢,我以前可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小气,就是针对我是吧? 车蕊儿摆了丁长生一眼,说道,不是针对你,是针对这件事,要是人人来了,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这里成啥了?菜市场吗?丁长生笑笑问道,你少来,我看你就是针对我,我都到过签了,也服软了,你还想怎么样?就想一辈子踩着我才舒服呗。 车蕊儿不满地问道,丁长生看他一眼,说道,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了,我踩你,踩你有意思吗? 车蕊儿对丁长生现在是很无奈,一方面自己内心里已经离不开他,对于他来说,车蕊儿又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让车蕊儿很被动。 车蕊儿和我联系了,说他邀请你一起去山里的别墅度假,有这回事吗?车蕊儿问道,他倒是说这事了,我没理他,怎么了,又把你派来当说客了?丁长生问道,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这一周也挺累的,到处跑,那里有温泉,我们可以过去休息休息,适当地放松一下也好。 而且,翁蕊儿这个人认识的人很多,你要真想在北原站稳脚跟,和这个人交往一下,没坏处。 车蕊儿说道,你要去呢,你就自己去,我这边没定,不一定有时间,忙,这都到了年底了,更忙。 丁长生说完,整理了一下自己桌子上的文件,开始办公,但是车蕊儿又坐在了他的面前,拖着香塞看着他。 你说的事我正在做,但是这要有个过程,他现在对你还不相信,人与人的信任也要有个过程吧。 对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爸说今天去开会了,开会的人除了他还有何嘉胜,同家港和科北,这些人能掌握中北省大部分的事了。 他们开会商量了什么,你想知道吗? 车蕊儿问道,丁长生不动声色,虽然自己很想知道这些人商量了什么事,但是要是表现出来,就会被这丫头利用。 丁长生早就看透了他的伎俩。 车蕊儿见丁长生不搭理他,感觉很没意思。 看看窗外,然后走到了丁长生的身后,伸手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这也是他的手段之一。 他感觉现在丁长生离他越来越远,所以他想极力地挽回,不然的话,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就没有意义了。 我今晚约了他一起吃饭,你要不要一起去? 车蕊儿的手顺着丁长生的脖梗深入到了腹底,丁长生刚刚想要推开他,于是问道, 我今晚没时间,这些文件都要看,你看我能有时间出去鬼混吗? 你真不去。 我爸现在忙得很,根本没时间管我和他,所以我们才能出来吃饭,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可不敢保证会出什么事。 你不是喜欢听戏吗?他可以现场给你唱一段。 车蕊儿继续在丁长生的耳边说道。 丁长生一愣,问道,你说的是谁? 车蕊儿一看丁长生有了反应,说道,你说呢?你说我说的是谁,还能是谁? 不是你一直都在惦记的吗? 丁长生哼了一声,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衣服里拿出来,脚尖轻点,让转椅向后移动了几十公分。 看向他,问道,有什么诡计?你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多? 我总感觉这里面的是不对啊。 诡计? 车蕊儿笑笑,向前走了一步,一抬腿,坐在了丁长生的大腿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继续说道,我能对你有啥诡计,我现在人都是你的了。 我说过,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都听你的,我现在想起你,就像是着了魔一样,离不开了。 半个小时后,车蕊儿走了,林涛进来送茶,闻到了房间里不同寻常的味道。 作为一个过来人,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也知道刚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 主任,我想说件事,可能这不是我该管的范围,但是我觉得这是吧,我作为一个秘书,有义务提醒你。 嗯,说吧,什么事?丁长生继续看文件,说道,车蕊儿这个人在北原的风评很差,你和他搅在一起,不会出事吧? 林涛问道,你说的是什么?丁长生头也不抬地问道,他们一家人风评都很差,传说这个车蕊儿私生活很乱,和很多男人都玩得不错。 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我担心这么下去,对主任的名声不好。 林涛说道,丁长生点点头,说道,好,我知道了,谢谢。 林涛见丁长生对自己的提醒不是很在意,心里有些灰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感觉自己的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 他惹不起车蕊儿,也只能是在丁长生这里劝解一下,而且,这要是被车蕊儿知道了,自己肯定也会有麻烦,尽管心里着急,却没有什么好办法。 刚刚车蕊儿来过了,说是今晚一起吃饭,约你了。 丁长生给叶宜君打了个电话,问道, 这丫头,这是两边片啊,刚刚说约你吃饭,她一个人不方便,所以带着我一起去,早知道是这么回事,我就回绝了她。 叶宜君说道,怎么,是不想和我一起吃饭? 丁长生问道,不是,是不想和她有过多的纠缠,这丫头的心眼子太多,最近时不时和她爹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叶宜君说道,在哪里嘀咕的? 丁长生问道,不在家里,时常会在家里通个电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外面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谈的啥,再说吧,我注意一下,到时候有消息告诉你。 叶宜君说道,丁长生说道,那,晚上见。 好,那就去吧,也有些日子没见你了,借着这个机会见个面。 叶宜君说道,按照车蕊儿约定的地方,叶宜君来得挺早,然后是丁长生。 作为请客的主人车蕊儿倒是最后一个来的,丁长生猜道,这应该是他故意的,就是为了创造丁长生和叶宜君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也算是一种讨好吗? 宗纪委巡视组来人了,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原始地产这个案子来的。 叶如平的上访材料,我给了宗纪委的熟人了,应该是起到作用了。 丁长生说道,他们还是不放过文秋他们俩。 叶宜君问道,他们暂时应该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了,但是回来后,风险还是有的。 毕竟这只是一个巡视组,还没找到确实的证据,而且这些博弈都是在背后,我们不知道,甚至博弈不在省内。 而在上面,谁在拼命地捂盖子,要到最后才能揭晓谜底。 丁长生说道,他们俩给你添麻烦了。 叶宜君说道,丁长生摇摇头,说道,没关系,反正我也是要和这些人周旋的。 原是地产是个很好的突破口,车蕊儿约你来吃饭,没说别的吗? 叶宜君一愣,别的?别的什么事? 丁长生一看,叶宜君不知道自己的心思,也就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含糊了一句道, 这丫头鬼点子太多,再加上现在车家和一直不表态,我是担心她对你不利。 是吗?她要是想对我不利,早就下手了,也不用等到现在,我倒是觉得你心术不正, 整天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小心着了别人的刀,我倒是没关系,大不了一走了之。 你呢?你该干的事干完了吗?耽误了你的大事才是要紧的, 所以你以后还是收敛点,尤其是在女人身上。 叶宜君说道,我一直都在收敛,还要我怎么收敛? 对了,你要真想让我收敛也行,除非是你亲自出马,或许我对其他人会收敛。 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我问你,你和那个翁蓝衣是怎么回事? 叶宜君问道,丁长生闻言,眉头紧皱,问道,我和翁蓝衣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吃了顿饭,而且是他请的我。 你怎么知道这是的?叶佳人告诉我的,说你去了齐王府酒店,在酒店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就只是吃饭吗? 吃这么久?叶宜君问道,看来叶佳还真是下了本钱了,这种事都能打听到。 丁长生叹道,人家的刀都砍到脖子上了,还能不许他们打探点消息,实话告诉你吧,叶佳人告诉我说,他们在北园这些大人物身上都下了功夫的,只是有的人功夫下得甚,有的人功夫不好下而已,齐王府有叶佳的人,这个解释合理吗?叶宜君问道,好吧,合理,真没什么。 再说了,我去的时候,柯北是知道的,在人家的地盘上,我能干啥?说的都是生意上的事,还有中南省的一些事而已,其他的真没什么。 丁长生说道,那就好,叶佳的是你上点信,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叶佳的是摆平了,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车人和他妈妈通电话的频率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过年了,但是从内容来听,大部分是关于车人什么时候出国的讨论,这是要出事吗?叶宜君问道,丁长生摇摇头,说道,很难说,大部分的事情现在都没有定论,要想有定论,还得再继续等。 那,他们姐妹俩能回来过年吗?叶宜君问道,丁长生想了想,说道,还不清楚,在原事地产没有结论之前,我看他们还是不要回来了,否则的话,很容易出事。 叶宜君问言,叹口气说道,家里人都很担心他们,尤其是文秋,他孩子很想他,这也到了年底了,不能回来过年,这的确是很不尽人情,但是你说的我知道,回来有危险,也许人家就等着这个机会抓人呢?算了,回头我和叶家的人说一声吧,别等了。 车车软来到的时候,丁长生和叶宜君都谈了半个小时了,他来了之后,直接坐到了丁长生的身边,对面就只有叶宜君一个人,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车软坐下后,问道,就等你了,你请客,还来这么晚,诚意不足。叶宜君一句话就把他的暧昧语气顶了回去。 哎,别不使好人心好吧,你们俩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叶宜君,我要是把这事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肯定暴跳如雷,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只要是他高兴,我都惯着他。 说吧,伸手挽住丁长生的胳膊,说道,叶宜君在长期和他的斗智斗勇中早已学会了荣辱不惊,一点都不惊慌。 听他这么说,却说道,是吗?我以前是不认识丁主任的,都是因为你的事,你爸拉不下来那个脸,才让我去找丁主任求情,你以为你惹下的祸事,丁主任就真的没生气吗? 车蕊儿闻言,故作一脸的惊讶,看看包厢门口,逼声说道,是吗?那我要谢谢你吗?我爸可能是让你去找他求个情,但是没让你以身相许呀,看在你为了我舍身的份上,我是不是该叫你一生小妈? 尽管叶宜君对他的免疫力很好,可是依然被他的无耻给震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丁长生倒是不客气,伸手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说道,越来越没大没小,在我跟前说这些事,你是不是找打了? 车蕊儿呵呵笑了起来,指着叶宜君说道,你看你吓得,我开玩笑呢,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我爸这些破事的,再说了,他干的那些屁事,比你过分多了,男人能那么做? 女人为什么不能那么做?放心,你们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不会说出去,更不会让我爸知道,不过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丁长生刚刚想朝着叶宜君使个眼色,让叶宜君别理他,可是还没说出来呢,叶宜君脱口而出,不得不说,在鬼心眼上,叶宜君照车蕊儿还差得多得多 车蕊儿狡黠地看了一眼丁长生,起身坐到了对面,坐在叶宜君的身边,伸手揽过他的肩膀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让叶宜君从脸红到了脖子,窘迫的模样让丁长生都在诧异,车蕊儿到底说了什么 你们先点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说完,叶宜君起身出去了 车蕊儿撇撇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丁长生问道,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只是说出了他心里所想的事而已 怎么了,我这是在帮你,可是背着我爸在帮你,还不行啊 车蕊儿一脸地委屈,问道 丁长生很无奈,只能是选择沉默 所以,这一餐饭吃得真是沉闷无比 虽然车蕊儿极力在带动气氛 可是丁长生和叶宜君都不怎么响应 这让他很没面子 所以在回去的路上,车蕊儿开始对叶宜君抱怨 吃完了饭,车蕊儿本来是想和丁长生一起走的 但是丁长生说自己有事 于是叶宜君和他一起回家 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给你们创造了机会 你们自己不把握,那就怪不得我了 车蕊儿说道 叶宜君开着车,文言看了他一眼 说道,我和丁长生什么事都没有 我和他所有的交集都是因为你 你父亲都知道 所以,你不也不用试探我 对了,你爸这几天在忙啥呢? 忙着灭火擦屁股呗 纪委巡视组来了 何家圣让他们各自管好自己那一摊子时 谁的治下出了事 捅了娄子 谁承担责任 所以,都在压着自己那一摊子不出事就好 我爸也不例外 还有几天就要春节了 这个时候,纪委巡视组来北园 这是明摆着不想让大家过好这个年了 车蕊儿说道 那你爸那里,没事吧? 叶宜君问道 车蕊儿说道 很难说 我爸是北园市委书记 第一负责人 北园这么大 事情这么多 哪能都顾得过来 叶宜君听在心里 没吱声 再问就多余了 于是专心开车 一直回到家里 再也没有谈论政治上的事 但是不谈论 不代表他没想法 为了维稳 车家和打来电话 今晚不回来了 要住在办公室里 时刻准备调动 所以叶宜君洗刷完毕 一个人躺在偌大的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想起的不是其他的事情 而是今晚丁长生的一言一行 都让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身陷其中了 实在是睡不着 叶宜君坐了起来 拨开一点窗帘 看着外面的夜景 拿出手机拨了出去 丁长生起得很早 刚刚到了办公室 林涛还没来 自己打扫了一下办公室 还没打扫完桌子 电话就响了 伸手想要接电话时 发现电话是内线打来的 喂 怎么了 丁长生问道 丁主任 省长要你在楼下等着 他马上就到楼下 说是一起去省委开会 好像是挺急的 仲华的秘书江小辉打来的电话 两人是在楼下大厅里碰到的 江小辉一般是先来省长办公室十多一下 然后去换个司机一起去仲华家接仲华上班 但是今天他还没去省长家呢 就被仲华打电话吩咐到楼下等着 上车 仲华的车刚刚停下 玻璃落下来 仲华喊道 丁长生小跑过去 坐进了车里才问道 省长 出什么事了 我也是刚刚接到电话 原市地产的员工 从昨晚开始大规模的串联 现在都围在了军区招待所外面 把军区招待所围住了 仲华脸色很不好看地说道 就为这是开会 丁长生问道 八成是这是吧 要不然还能有啥事 仲华叹口气说道 丁长生看向窗外 早晨的北原市大街还没很堵 但是车流量已经很大了 本来十分钟就可以到省委的路程 一直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仲华走在前面 丁长生和江晓辉跟在后面 到了省委书记的小楼跟前 江晓辉被拦下了 就只有丁长生跟着仲华进去 进门之后 发现基本都到了 丁长生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 然后就听到何嘉胜开始讲话 看来就是在等他们俩了 年关年关 这是一关啊 我本以为年前不会再出事了 没想到昨晚还是出事了 首先要出来解释的就是省公安厅 你们不是有网间大队吗 为什么这些人在利用微信群串联你们没发现 何嘉胜声色俱利地问道 丁长生这才发现张三言没来 一愣神的功夫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正是张三言 何嘉胜看向他 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是刚刚从现场过来 于是扫了一眼 看到了自己的副手 于是走了过去 他的副手就是就江晓辉的父亲江一山 他是代替张三言来开会的 但是没想到第一个被抛击的就是省厅 张三言刚刚来 自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在张三言坐下后 江一山站了起来 说道 何书记 省厅的网间大队 这次已经是提前发现了端倪 但是我们打掉一个 又冒出来另外一个 我们一直都联系产品供应商 这事是我们反应慢了点 但是我们并不是毫无作为 怎么着 你们省厅还有理了 何嘉胜拍了一下桌子 说道 仲华扭头看了一眼江一山 没等何嘉胜继续说下去 接着说道 何书记 我看 现在还是研究一下 怎么把这些人劝回去吧 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现在是上班高峰期 我来的时候 从那边绕了一下 已经是严重堵塞交通了 要是这么继续下去 恐怕要出更大的乱子 巡视组还没找我们吧 何嘉胜本来是想大发雷霆 然后说出自己的方案 按照自己的方案执行的 这些人也就不敢再说三到四了 没想到自己的火气还没发出去 就被仲华这么不冷不热地顶了回来 这让他有一种回拳准备打出去 却被人生生地摁了回来的感觉 憋屈得很 仲华一出声 在座的人也都是一愣 他们没想到 仲华在这个时候发言 而且直击要害 眼看着何嘉胜接下来的话被憋了回去 都顿感诧异 那你说该怎么办 何嘉胜问道 围住巡视组的大部分人是原氏地产的人 那么根结还是在原氏地产上 原氏地产到底怎么处理的 或者说原氏地产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 也不清楚 在座的都比我清楚吧 谁来解释一下 仲华这一军将的死死的 这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 在座的除了仲华和丁长生之外 其他人对这个问题都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此时仲华把这个话题挑出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何嘉胜 看看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这种交锋都需要何嘉胜亲自出来 那要那些跟着他的人干什么 所以 当所有人都看向何嘉胜时 同家港说话了 仲华省长 现在是讨论 怎么把巡视组外面那些人解决了 然后再说其他的问题 好吧 我觉得 现在不是讨论原始地产的时候 是吗 那什么时候讨论 秘书长 还有见识 你刚刚说的 要把那些人解决了 是什么意思 是抓起来 还是用枪轰掉 仲华的语气里 带着的都是火气 他的确是很恼火 这种事要是闹大了 还是他这个省长背黑锅 所以 此时他不说 将来背黑锅时 就只能是吃个哑巴亏了 仲华省长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 无论怎么说 先解了燃眉之急再说 毕竟现在巡视组的事情是重中之重 我没说错吧 你急什么 同家港的声音也提高了 说道 很明显 两大常委 一个省长 一个秘书长 吵起来了 这让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很刺激 因为这种事很久没发生了 都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思 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热闹不看白不看 我就是着急了 我再说一遍 今天要么是把原市地产的事解释清楚 什么时候解决 给个时间表 我也好去现场 如果原市地产是一个不可碰的话题 那好 巡视组的问题 你们谁愿意去处理 谁去处理 省政府不背这个锅 仲华把手里的笔一下子拍在了桌子上 这一下让在场的人都眼皮一跳 包括何家胜 都没想到仲华敢在这样的会议上拍桌子 换句话说 敢在这里拍桌子的只有何家胜 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敢拍桌子的仲华 这么说吧 我这个省长也是刚刚上任 对北原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但是关于原市地产 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秘书长 现在是你在负责吧 你能不能给个解释 仲华步步紧逼 童家港被逼到了墙角 他看向了何家胜 何家胜没吱声 童家港无奈 他看出来了 何家胜现在居然不敢和仲华硬碰硬了 这是在装逼 还是真的怂了 还是有其他的顾忌 这下让童家港摸不到头脑了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他们在开会前没有碰头 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这就导致了童家港 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因为以前都是听何家胜的 可是现在何家胜不说话 仲华咄咄逼人 这怎么办 我也是刚刚接手 还没了解清楚 是吗 既然你接手了 这件事就该你来负责 我会向巡视组和中央上书文件 这件事省政府没责任 省政府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一句话 我仲华不背这个锅 仲华手腕已在了椅子背上 不说话了 同样感到震惊的 还有丁长生 仲华今天的表现 他也不知道 他们之前也没商议过 这让他也感到很震惊 别呀 这事还真是和省政府分不清 我不知道省长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 可是作为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丁长生主任 他是知道的 包括原市地产的行政总裁和总会计师 都在他手上 对吧 丁主任 同家港看向坐在后排的丁长生 问道 因为这件事 仲华没有参与 所有的调查 也都和仲华扯不上关系 唯一能和他扯上关系的就是 丁长生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还是仲华从中南省调来的人 所以这么一说 原市地产和仲华有关系 也是说得过去的 虽然有些牵强附会 丁长生被同家港点名后 所有人都看向了丁长生 对在座的这些人来说 大部分人都和丁长生没打过交道 但是丁长生的大名 却是如雷贯耳 别的不说 就单单是和车家和的女儿车人 不清不楚 就够这些人津津乐道了 因为在北原官场上 有一个说法 那就是 瞎子女人都能嫁出去 但是车家和的那个闺女 非得老家里不可 没想到丁长生还真是敢惹事 居然惹到了他 而且也没听说丁长生 少个胳膊少个腿 丁长生要知道自己文明北原官场 是因为日了车家和的闺女 一定是哭笑不得 但是此时被同家港点名 他得解释一下才行 仲华看都没看丁长生 这是因为他对丁长生很信任 果然 丁长生一开口就把同家港气得够呛 丁长生站起来看向同家港 然后看看自己的手 还故意把自己的手抬高了 问道 秘书长 你没法交代也就罢了 你哪只眼看见他们俩在我手上了 在场的人差点被憋出内伤 丁长生当然知道这个解释太小儿科了 只是为了讽刺一下同家港而已 说原是地产行政总裁和总会计师 在我手上的人 绝对是心怀叵测 对吧 车书记 车书记 你也解释一下 叶如平是在我那里 还是在你那里 至于什么总会计师 我压根就不知道 再说了 我是从中南省来的 来了才几天 哪像你们策划了这么久 原市地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还用我在这里解释吗 要不要我把原市地产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屡一屡 省得大家糊涂 混账 这是在开会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胡扯淡 丁长生没说完呢 车家和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他发作得太快 一点征兆都没有 有的只是大家听了丁长生的话 刚想去看他 没想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得 今天都跟着仲华学会拍桌子了 还都是在省委书记何家胜的面前 何家胜被车家和这一巴掌惊住了 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秘书真存健 耳语了几句 真存健就出去了 没想到拿回来的是速效救星完 因为刚刚何家胜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现在不是讨论原市地产的时候 还是先把人疏散了再说吧 这都到了年底了 闹大了对我们都没好处 现在大家应该是同心协力的时候 就别互相追究责任了 车家和说道 这话虽然是在训斥丁长生 但是很明显这是在霍悉尼 何家胜咳嗽了一声 在场的人都静了下来 他瞪了丁长生一眼 丁长生做回了自己的座位 只要你们不惹我 我可以做个乖宝宝 坐着听你们瞎扯 省政府成立调查组 立刻调查这件事 找出幕后真凶 看看是谁在作药 一定要把这人抓住 该判的判 该抓的抓 这时候不能手软 何家胜说道 省政府不能在原市地产 这件事上做主 这个调查组我没法成立 既然秘书长在处理原市地产 这个调查组还是有省委牵头吧 我们该配合的配合 仲华说完再不支声 一副我就是不管的架势 这是仲华和何家胜第一次交锋 他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其实他心里也在忐忑 但是这种事只能是自己来做 因为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呢 谁都替不了自己 丁长生是不会也没资格替自己和何家胜吵架的 虽然心里忐忑 但是毫无疑问 仲华的内心是强大的 因为他有一颗年轻的心脏 但是何家胜不行 他老了 开个常委会就要吃素笑就心丸 还有多久的凹头 何家胜给省政府布置的这个工作是出力不讨好的 一旦出了事情 还是要省政府背锅 所以仲华坚决顶了会去 何家胜再次被仲华的话对得脸色铁青 看向同家港 同家港无奈 只能说道 好吧 我来处理这件事 我来处理这件事 于是这个会议不欢而散 就在仲华和丁长生走了之后 其他的人看到何家胜的脸色都没动 直到仲华上了车 也没看到小楼里的其他人出来 于是看向丁长生 说道 看出来了吧 就我们俩出来了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北原城多久 丁长生一下子笑了出来 说道 领导 我们俩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 这话也是我刚刚想问你的 不过 我不是问我们 在这里还能待多久 而是问他们 还能待多久 这些人你也看到了 有几个敢说话的 都是等着老头子一句话就去执行 当然不会管这个命令是不是正确 有没有后遗症 要是这个老头 昏招叠出呢 仲华看向丁长生 说道 你真是这么想的 当然 一个都没出来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 他们真的很团结 可是这种团结在牢固 能有我们党的手铐牢固吗 另外一个 这是在孤立我们 这个无所谓了 我们本来也是够孤立的了 无论是谁 在这个时候 都不敢离开 他们那个小团体 表面上是这样 但是背地里都在找退路 这是一定的 不但有像周一斌那样的下层 也有一些大佬 所以 我们在北原的日子长着呢 只是怕他们没多久了 就看他们怎么挣扎了 丁长生自信地说道 巡视组外面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情况汇报 就到了何嘉胜的案头上 此时何嘉胜还在开会 办公室的人拿到了汇报后 直接去了会议室 交给了秘书真存健 真存健看看正在讲话的何嘉胜 没有立刻交上去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这件事解决不了 处理任何事 我们都会很被动 你们心里有个数吧 现在不团结 难道去监狱里团结起来越狱吗 何嘉胜非常不满地说道 书记 我现在就去处理 同家岗刚刚站起来 一句话还没说完 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真存健起身走了出去 但是立刻就回来了 走到了何嘉胜的身边 在他耳边说道 书记 宗纪委打了电话过来 要你接电话 何嘉胜眉头一皱 叹口气 说道 看看 来了吧 宗纪委打电话来 要问解释情况 秘书长 就看你的了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事情解决了 不能再出乱子了 好 我立刻去 同家岗说道 何嘉胜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拿起电话 准备和北京通电话 喂 你好 我是何嘉胜 哪位 何书记 你好 我是李铁钢 把我们的巡视组围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据说现场连几个警察都没有 巡视组的安全怎么保障的 李铁钢话不多 但是句句微压 让何嘉胜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李书记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成立了调查组 立刻就到现场指挥 您放心 一定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我保证 何嘉胜说道 好 我相信你的保证 和书记 巡视组 巡视组下去是巡视问题的 不要一味地隔离 要让他们和老百姓接触 要不然造成这种情况 还让我们怎么了解情况 巡视组是下去听意见 找问题的 如果老百姓见不到他们 老百姓还会来北京的 你不希望这样吧 两会马上召开 万一都来了北京 你到时候怎么解释 李铁钢问道 嗯嗯 李书记说得对 这个是我们疏忽了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问题 都在我们省内解决 绝不会给北京添麻烦 何嘉胜说道 那好 我先挂了 随时联系 李铁钢说道 好 再见 何嘉胜脸色灰暗地放下了话筒 看向了真存件 问道 现场怎么样了 现在不仅仅是原始地产的人了 还有其他上访的 都到了那几条街 有一万多人 初步估算 要不要和秘书长通个电话 问问现在的情况 真存件问道 何嘉胜摇摇头 说道 等着吧 秘书长有任何消息 及时通知我 真存件看到何嘉胜确实是累了 于是走了出去 我让你做的是怎么样了 加快速度 真存件在电话里吩咐道 丁长生本想是跟着仲华一起回省政府的 但是中途接了一个电话 就下了车 打电话的人是叶乙军 因为不好当着仲华的面接电话 也不知道叶乙军要说什么 所以只好是下了车 喂 什么事 我刚刚开完会 出来喝杯茶吧 我定了位置 发给你 叶乙军说道 喝茶 这大早晨的 喝什么茶呀 你是有事吧 丁长生问道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 叶乙军说完就挂了电话 丁长生打开微信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把位置发了过来 按照他发来的位置 丁长生很快就从地图上看出来 这里的位置离军区招待所不远 离自己所在的位置也不是很远 于是就不行走了过去 越走人越多 整个街道都堵死了 车辆是别想通过 终于 拐进了一个小街道上 人少了许多 然后就看到了他说的那家茶楼 叶乙军定的位置在三楼 临窗户的位置 而从这里可以看向更远的地方 丁长生进来的时候 三楼就叶乙军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 时不时向外看看 丁长生走过去时 他也没站起来 点点头而已 怎么着 早晨吃多了 丁长生问道 没吃饭 只是觉得这里的茶好 看热闹也好 所以请你过来坐坐 对了 这里的点心也不错 你尝尝 说吧 把几叠子小点心推向了丁长生 丁长生看看外面街道上摩肩接种的人群 说道 你还有心在这里看热闹 省委大佬们刚刚吵完架 众华撒手不管了 现在这个烂摊子给了同家港 他现在是负责原市地产的 只不过 他有没有胆子过来现场处理 还是个未知数 年底了吗 热闹一些也好 你觉得这个时候聚集起来这么多人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害 叶一军问道 丁长生看看他 说道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对叶家 对原市地产倒是好事 何家胜有些挺不住了 今天开会时被仲华顶得很厉害 但是他居然没发出火来 不知道是不是有顾忌 不想这个时候多事 不过 这些人来得倒是时候 叶家这次是下了大本钱的 这些人都不是白来的 所以 省里要是不对原市地产有个交代 这事完不了 原市地产一直都在被调查 但是调查出来什么东西了 一点没有 所有的调查都不透明 就包括叶如瓶被私下关押 受尽凌辱一事 车家和们要是不付出点代价 叶家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叶一军说道 丁长生一愣 看向他 问道 今天闹事 你早就知道 没错 也是我告诉叶家人 巡视组在哪里住着 让他们怎么去办这事 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对了 巨星公司那边你得抓点紧 我听了车人和他妈妈的打电话的录音 他过了年就走 不再回来了 要是车人走了 车家合也快 你们动作这么慢 到时候怎么办 人跑了 等到抓回来再处理 那太晚了 叶一军说道 车人要走 不回来了 丁长生不信地问道 叶一军懒得解释 直接拿出手机来 打开了一段录音 然后放给了丁长生听 丁长生听完之后 确定叶一军没说错 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 车蕊儿走了 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会想办法把他留下 但问题是 现在还不行 还要再等等 宗纪委的四个侦察员 进了巨星公司 下落不明 生死不知 这几个人要是找不到 对车蕊儿动手 还是有顾忌的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同家港的车 在几个街区之外 就被堵住了 根本进不来 不单单是人的问题 其他的车辆 也把街道堵住了 秘书长 还继续走吗 唐上明问道 下车 走路进去吧 同家港想了想 说道 他得到的消息是 现在还没找到领头的人 这种上访聚集闹事的事情 最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找到领头人 无论是高压政策 还是谈判 直接找对了人谈就没问题 可是找不到带头人 和这么多人谈 累死你也谈不来一个所以然 原是地产的事 我也想着 让你这一次都解决了 趁着这个热乎劲 必须让政府退出 对原是地产的控制 别再打原是地产的主意 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叶宜君站起来 看向窗外 说道 羊毛小西装 裁剪得非常贴身 再加上暖色调的短裙 虽然是黑色的棉丝袜 但是一点也掩饰不了 叶宜君的魔鬼身材 感觉到了丁长生 叶室果果的目光 叶宜君微笑着坐下 抬起千千玉手 给他针满了茶 说道 光看有什么意思 等到外面的事完了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我没那么吝啬 我相信 叶家也不会吝啬 既然想钓鱼 就得舍得下耳料 你现在一点耳料都不舍得下 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我还舍不得下耳料 叶如平他们 现在都是谁藏起来的 是谁救了叶如平两次的 丁长生不屑地说道 是吗 但是你也没吃亏啊 丁主任 你想要什么我知道 差不多得了 你要是想利用原事地产为突破口 那真是不公平 如果原事地产是突破口的话 不知道要被他们瓜分成什么样呢 在想重建原事地产 恢复其生产能力 那是猴年满月的事了 叶家没这个耐心 叶宜君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你是没见今天开会的情况 除了我和仲华是一起的 其他人都是你们北原参与过分赃的 我和仲华出来之后 其他人没一个出来的 都在等着何家剩下命令 就这样的政治生态 我和仲华真的是尽力了 丁长生说道 但是时间真的不等人 这是看起来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复杂无比 我和仲华是步履为奸 一步一个坑地往前走 一步小心 我们俩要是栽了 在北原你们再无支援了 丁长生说道 我和仲华是不等人 贮着我 我和仲华是不等人 我和仲华是不等人 可以认识地上 所以我和仲华是不等人